男人过早率老熊风不在 本质上还是脾肾虚了 那么对于不少四五十岁的壮年男子来说 虽然比不上二十岁 但是也不至于出现功能方面的问题 像是结束块房市的微靡不振等等 如果有那就多命意 脾肾都虚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前段时间呢 遇到了这样一个患者 李先生今年三十九岁 但是由于以前不节制 导致经商过度 如今呢 没到关键时刻就常常起不来了 就像满墙起来 但也很快就会结束了 那么这个问题让他受到了打击 感到了非常的焦虑 平时呢 也用过不少的补身药 但是觉得补不进去 而且一补呀 就容易拉肚子 那么他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具体情况 那么平时除了那方面的问题之外呢 还总是觉得腰细酸软呀 浑身没有力气呀 总是没有胃口呀 吃不下去饭呀 平时呢 比腰喜欢喝热水 少进懒盐 总是觉得没有精神 睡眠治疗也不好 容易做梦 平时还很怕冷 容易拉肚子 看他的舌头呢 会发现舌头颜色淡呀 太白腻呀 而且舌边的齿痕又很重 那么根据他的这些情况综合诊断为 脾肾阳虚导致精关不少 所导致的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调理 我们就要大波脾肾的阳气 从而固涉精关 为什么这样给他调呢 因为肾主生之呀 而患者那方面能力出现问题了 主要就是肾阳不足 导致的无力振奋松筋 精关不熟所导致 其次由于这个患者平时呢 总是觉得没有胃口呀 喜欢喝热水呀 吃不下去饭呀 一吃补药就容易拉肚子 那么这数多是 脾阳不足的情况 因为脾是可以运化的身体吸收的食物等等 如果脾的运化失常了呢 这时候 那么吃到身体的补药 就无法被身体有效的吸收 那么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样 这些情况 加上脾和肾是相互滋生 相互帮助的关系 一方虚损就会累积另一方 所以当脾肾的时候呢 就会加重肾虚的情况 而肾虚呢 又会累积到脾肾的情况会加重 一环扣一环 所以说需要给他大补脾肾的阳气 从而固舍金观 于是根据他的这些情况呢 我给他开了白猪呀 山药呀 紫蟹呀 艺人呀 单皮呀 猪柜呀 山芋肉呀 茯苓呀 仙灵皮呀 来帮助他补脾肾的阳气 固舍金观 一个疗成之后情况有所减轻 拉肚子的情况好转很多 于是在二诊的时候 在方子上做了加剑 一疗成以后 那方面能力稍有起色 不过因为他金亏过度 所以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 目前仍在条理当中